出来吧神龙 一次就成功了 我以为他是一条神龙 没想到他是一条死虫 算说长得比较丑啊 这是我们的宠物 我是他的主人 他应该是特别听我话的 很小的一只啊 看一下能不能让他坐下 或者是让他保护我们 别跑别跑 给我坐下 哎 我不能控制他兄弟们 我顶上他没有反应 难道说 现在我们不是他的主人吗 我把这两个也扔了 这是一条红色的 这个是一条偏黄色的 白黄红全部都集齐了 哎去哪 哇他遁地了 给我出来大哥 还有两条 那既然他们不受我控制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 拿下这个拴绳 把他们拴起来比较好 不把他们拴起来的话 万一跑丢就麻烦了 这三个死亡虫卵 是我好不容易获得的 来吧拿下炸卵 然后把拴绳带一下 走走走 赶紧把他们抓回来 哎 去哪了 哎 这边有一个 但是那两只呢 完了 这就走丢了吗 这边有一个 哎 哇他的体型为什么变了这么大 他长得好快呀 哎出来快点 哦 这也太大了吧 他这成长的速度真的是突飞猛进 快快快 别跑了 把他拴回来 一会儿跑丢了 但是那两个去哪了 先不管了 把他拴回来再说 不会是去吃我的鸡 还有牛去了吧 好像没有 哎 起了怪了 那两只呢 我的天 又长大了很多 我不确定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不能控制 来看一下啊 死亡如虫 呃 我们把他砸出来之后 他会保护自己的主人 以及自己的猎场 被驯服的如虫 并不像一般意义上 家饮动物那么可控 但他至少不会攻击 自己的主人 以及家畜 虽然说他不会听从我们的命令啊 但是他不会离开自己出生地 超过五十米远 那就算是我们现在把他放开 他也不会跑得太远啊 而且咱们可以用这个钓鱼竿来控制他 我们回去试一下 先把他放开吧 反正他不会跑 哇 这个体型又大了很多啊 回家我们做一些钓鱼竿 看一下怎么驯服 不对 看一下怎么骑 来做两个鱼竿 我们出去试一下 这应该怎么骑啊 哎 上来了 哇 他的体型特别大 但是我看着他特别的恶心 真的兄弟们 啊 不过他好在是可以保护我们家园的 他会攻击敌对生物啊 比如说有僵尸什么的 他应该是会帮我们打的 那这样吧 我们等到晚上之后呢 看一下他会不会帮我们打僵尸 如果帮助我们的话 那咱们就把他留在家里边 如果不帮我 那就把他干掉吧 因为这个玩意儿看起来太圣人了 好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柱子上边等待天黑啊 看一下他会不会帮我们 哎 我看到了这个黄色的 但是红色的还没有看到 在这边等天黑就好了 天眼见黑了 但是他为什么跑在那边去了 哎 他好像打了一个动物 但是我没有看到 哎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这边有个小僵啊 看一下他会不会打 哎 快打他呀 他打我 大哥 你不是我的宠物吗 快打他呀 快快快快 这玩意儿 为什么感觉 哎 打了 哇 直接打飞了 攻击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把这边砸了一个坑 那这东西留不得了 兄弟们 万一在家里边打僵尸的话 把我们家全部都砸出来 很多的坑 那怎么办 对不对 红色的在这 把它干掉 来 好 解决 但是还有一条黄色的呢 又看不到了 这东西他会遁地啊 所以说他可能在我们的地下 哎 你看这边已经被破坏了 这玩意儿是真留不得 这条黄色的乳虫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那就暂时先不找他了吧 等他出现之后再把它干掉 哎 你看兄弟们 这边已经被他们破坏了 所以这个乳虫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啊 用不好的话就把我们家给拆了 算了吧 我们不找了先 兄弟们 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冰龙 还有火龙 他们的等级都已经达到了三级之上 所以我决定我们这一期 把这个电龙也搞回来 这样的话主世界里边的三条龙 我们已经全部都集齐了 好 那我们就现在去找这个电龙吧 电龙的巢穴呢 一般都在这个热带草原下方的洞穴里边 不过找起来肯定是很麻烦的 哎 不过也没有办法 我们走吧 南瓜把这个龙巢穴的刷新拘力 稍微调的高一点 我们在这边找到了一个龙的巢穴 应该是电龙啊 有这个雷霆原石 看一下 哎 肯定是电龙啊 来吧 干它 我们这把剑现在是力量5 还有无限 打一条电龙 应该是特别轻松的 吃一碗神窑 哎 我们现在这个各种东西都提升了很多啊 一直射它 354滴血 再来5件 应该就可以把它干掉 来 来 继续 再来一件 好 它倒下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电龙的尸体搜刮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电龙弹 希望有啊 来搜刮 好的 差不多都出来了啊 看一下 哎 好像没有龙弹 这 好像真没有 哦 这个黑色的是龙弹 我还以为它是雷霆的石头呢 那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战利品相搜刮一下 像这些紫水晶什么的 我都不挖了 感觉没有用 我们现在拿一些骨头 还有铁钉就可以走了 哦 对了 来看一下这个电龙弹 应该怎么孵化 我把龙弹放在了天空之下 等待大雨的来临 几天之后 雨水就来了 然后呢 龙弹就会孵化 哦 那这个东西呢 放在露天的位置 然后呢 等待下雨 它就会孵化 流虫虽然说稍微麻烦了一点 但也不算特别的麻烦 那好 兄弟们 我们回家去孵化电龙弹 哎 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一只电龙 那这个电龙我们把它干掉吧 干掉之后呢 咱们可以把它这个电龙血拿下 之后我们做装备需要 现在我们这个装备啊 不管打什么龙 打几几龙都是轻轻松松的 就算我们站在这边 基本上它打我们 我们都不会掉血啊 这个装备太强了 我感觉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无敌了 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龙收集完之后 把该探索的生物全部都探索了 咱们这个系列就完结了 这个系列我觉得也不算难啊 电龙倒下了 不过我们先不急啊 现在没有玻璃瓶 我们先做一些熔炉 然后呢 挖一些沙子 我们做一些玻璃瓶 六个玻璃够了啊 我们可以做六个玻璃瓶 这条龙最多可以接五瓶血液啊 所以说六个玻璃瓶肯是够了 来 接电龙血 哎 五瓶电龙血 OK 保护措施啊 我们需要放圈栅栅 把这个电龙围起来 万一下雨之后 它孵化了乱跑那就完了 我们用栅栅围起来 它是翻不过去的 一级龙的体型是特别小的 OK 把电龙弹拿下 我们把它放在正中央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的电龙弹已经放好了 现在一切准备完毕 只等待天空下雨